SUB部分的话会有三个 一个是按下它 会自动帮我在VBA里面输入合格不合格 还有一个清除 那输出ABCD OK 这边的话ABCD 然后清除 OK 总共会有三个SUB 1 2 3 另外制定函数部分就是 也是有个制定函数 超函数的时候在那个我们的使用的定义里面 乘积函数 这个是合格不合格 所以给它乘积 它会告诉我合格不合格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不是合格不合格是ABCD 所以有个多重 然后给它乘积 然后给我ABCD OK 两个方选 三个三个两个方选 这应该差不多东西 只是说会需要多那个逻辑谈判进来 那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在VBA里面懂得做逻辑判断的话 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变化 那逻辑当然有区分成两重的跟多重的 可是多重的在 VBA里面怎么写 那这个方例主要让各位知道一下 如果配合刚刚的SELS 回圈 再到那个逻辑 那做法我们来看 第一 首先的话 一样在那个VBA里面 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的话 那一样在这边插入程序 程序名声 你可以先 写那个最简单的 清除应该 清除的话 一定是从什么 从哪一个范图 如果H弹好了 那我从第2列到第7列 所以呢 我I等于2到7 那把哪一列呢 把H弹 I列呢 I列 里面呢 给它控制闯 有没有 这样的话里面就清楚了 清除是最简单的 所以先简单跟着写 写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再来处理什么呢 成绩合格不合格 合格不合格 所以一样 I等于2到7 所以 只是把清除拿来改成 什么呢 也许我都把那个 清除的程式 就是复制贴上 它改哪里呢 来基本上 就是本来它往上拿来改 假设我这边 拿来改 改部分的话呢 是这样 那接下来重点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在这个中间 加上那个逻辑判断 然后逻辑判特别主要 其实是跟 在Excel的盘数蛮类似的 只是写法 可能要注意一下 还有惯用的习惯 第1个呢 Enter一下 在4下面下一行 它的逻辑一定是一幅 你打小几就可以 一幅什么呢 你要告诉逻辑 逻辑就是 你帮我去 同一列的 1栏里面 找一项的成绩 把它抓过来看一下 那这个1栏你就是打一个sales 刷幅哪一列 同一列 逗点1栏 里面帮我把资料抓过来 它就抓过来 判断一下 是不是大于等于60 判断一样在这边打 那一幅跟这个中间要空白 再空白一下 then Enter两项 打一个else 再Enter两项 打一个endif 先把这个结果打出来 这个if 中间就是它的条件 这个条件 如果 是回来的结果是为初的时候 它就会执行 这个中间的 就是else上面这一个 这个区块是处 反之就是force 就是cos 所以这个区 如果你 这个条件为初的时候 这样 要做什么呢 把那个 合格不合格输入到哪里 h栏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输入到 我们那个h栏 h栏这个地方 你知道 输入一个合格不合格 所以呢 我就直接在这个 h栏里面 先打一个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所以 反之 就把这一行 复制一下 这边打个不 不合格 好 城市找完了 所以基本上 你让它熟悉就是 这个价格 一辅 条件 你看这个必要的 然后后面一定就是 它条件为初的时候 反之就是不合格 你把它做完之后 按下去 执行之后的话 它输出的 就会是一个不合格 所以我把这个执行 讲这边的话 执行合格不合格 这边 执行合格不合格 看到结果 那当然这个部分 合格不合格 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 可是我ABCD的话 那当然那个地方 刚刚是 在衣服里面 再放衣服 再放衣服 总共四个条件 有三个衣服 可是在VBA里面 要怎么实现那个多重的 那我这边 其实就是把那个 刚刚这个先做 薛景卫先做两重的 这个先熟悉一下 那部分总体 还是对这个 会有比较容易有障碍 还是那个 陈世瑜还是不算太熟 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两重的逻辑 先使得把它做出来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它改 是不是这样做出来 多重 其实也很快做的 就是说你有一些 细节比较特殊的地方 稍微修改一下 好 等一下 先看 感谢观看